运动奥运要开始咯 而我国代表团的赛程 也将与台湾时间今天下午4点登场 男子射箭队打拖阵 总教练王玉冰信心满满的说 虽然只是排名赛 但也会尽全力强好成绩 他也很有信心 能为台湾抢下第一面奖牌 而今天上阵的男子排许 适合放肩速度最快的王正邦担任第一棒 我将陈用程第二棒 我将郭正为收尾 而奥运三朝元老王正邦赛前练习一派金钟 那离开的时候还按本报的记者说 不过两天见 不过记者却听成关雅军赛见 当记者再问一次 郭正为还笑笑的说 都一样啦有差吗 那就关雅军赛的时候见吧 而女子队的排序则是谭雅婷 雷千零李嘉恩 教练尼大致说 如果十分满分 现在女子队的状况 准备情形差不多有九分了 他也预估团体赛的成绩会落在217到223分 台湾的第一面奖牌 一定会有射箭队拿下 而昨天选手在练习时 也有220分的高水准演出 中华队加油